这头斑猎狗一头扎进了大象的菊花 贪婪的品尝其中的美味 为什么非洲二哥斑猎狗喜欢摘荔枝挖菊花呢 这可能是由于它们是母系社会女权高掌的原因 雌性斑猎狗的生理结构非常独特 甚至还进化出了假钉钉 它们通过一根18厘米长的管子盘药 甚至可以完全勃起 但由于不能运送金子 这实际上不是真钉钉 而是拉伸开来的花蕊 这些假钉钉内部有命药生殖系统 根部也有假蛋蛋 当进行羞羞的时候雌性会缩回假钉钉 当雌性斑猎狗怀孕后 生育下一代对它来说 是非常具有挑战性和危险的事情 雌性斑猎狗的生殖道直径只有2.5厘米 但幼崽的平均体重超过1公斤 当幼崽卡在妈妈的假钉钉中时 必须撕裂开口才能分娩 这会让斑猎狗妈妈非常痛苦 大约60%的幼崽会窒息而死 幸运的是 生完后假钉钉上会留下一个负有弹性的裂缝 下次生完就更轻松了 在进化过程中 雌性斑猎狗体内产生了更多雄性激素 从而具有类似雄性的特征 它们的攻击力和繁育力也更强 能在恶劣自然环境中更好生存 下一代的存活率也越高 在狩猎时 在雌性斑猎狗女王的领导下 来自不同部落的斑猎狗群体 可以通过简单沟通 就能迅速形成一个大型战斗联盟 这不仅在狩猎时根据效率 而且可以通过群体威慑力 从豹子和狮子身上夺取食物 斑猎狗是群居动物 一个群体一般有几十名成员 大规模的部落甚至可以达到一百多个成员 体格最强壮 经验最丰富的雌性斑猎狗担任部落首领 在狗狗王国中 女王拥有绝对崇高地位 可以决定食物的分配 斑猎狗王国的等级制度也非常森严 幼崽在部落中的地位取决于母亲的身份 不仅有女王 还有公主 类青蛙 男妃子等品级 女王所生的公主们 自然比其他雌性后代的地位更高 甚至还有可以继承王位的皇太女 斑猎狗群体中的雄性地位很低 甚至要低于最下等的雌性狗狗 说到这里你可能疑惑 雌性斑猎狗的外形 看起来和雄性的相差无几 为什么雌性的地位比雄性的要高呢 一方面 雌性的假丁丁给了她交配自由选择权 如果女性不愿意 男性绝不可能强制善 就这样 雌性确立了更高地位 另一方面 雌性斑猎狗永远不会离开王国 但为了避免尽情繁殖 雄性斑猎狗在大约两岁时 就会离开王国加入新的群体 作为家庭中的入罪男 地位肯定要低于家族中的老阿姨长辈们 狩猎抓到的食物 与王会按照地位分配享用顺序 等轮到了雄猎狗就只剩下了骨头 由于平时只能啃骨头 所以雄猎狗的牙齿总是残缺不全 但面对凶猛敌人时 雄猎狗还要冲到战斗最前线 总是沦落的遍体鳞山